嘿 是的 我是德拉 今天是1月15號 有新的一週 我們來分享本週T1 一樣 這個順序不帶有強度 沒有上榜的也沒關係 只要你的牌能一直贏 他就是T1 好不多說 我們出發 第一套又是我們的斯卡薩拉 在這個驚奇少女與洛基被nerf以後 這個薩諾斯真的是很強很強太強啦 然後又有這個卡伊拉 還有我們的這個胖胖的連動 大牌保護的體制下 還有轉蛋狗 我覺得這套牌沒有超轉蛋狗就已經很強了 那超轉蛋狗的聲音就可以拉高 基本上人家看到你有轉蛋狗的話 他撤退的機率性很大 那如果還可以打的話 基本上他應該是有牌可以去解你 我覺得斯卡薩在這個版本是非常強勢 我不知道2月又要怎麼推 2月又是薩諾斯的手下 一大堆薩諾斯的手下 那薩諾斯真的是強霸天 那我是覺得官方的模式 但是應該會在他側邊的體制卡片做nerf 可能nerf的會是胖胖啊 或是卡伊拉等等的 不然現在斯卡薩諾斯真的是有點 強到有點誇張喔 第二套有我們的黑騎士套牌 黑騎士套牌前陣子滿流行的控制黑騎士 但我覺得控制黑騎士的 這個經濟上有被nerf以後 我覺得沒有這麼好用的 反而是這個無腦簡單暴力的 這個海拉大牌流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黑騎士本身砍出來的一張牌 那個木劍本來就不會被摧毀了 穩定霸戰一路 剩下就簡單的應付二三路 那基本上就是黑騎士的木劍一路 所持狗的大牌一路 然後再一路其實就放海拉 然後所以是不是靠賽 我覺得是非常的噁心 那這套牌其實是還蠻怕控制牌的 但是有哪一套不怕控制牌呢 我覺得這套簡單暴力大又爽 而且這德古拉多的這一點戰鬥力 有時候搶個先攻 或許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我還是覺得 上次T1卡牌分析的時候 沒有介紹多這一攻 我覺得還是沒有什麼意思 其他牌被nerf的情況下 這個海拉就簡單暴力的輸出牌 已經崛起了 我覺得是簡單暴力好玩 不知道這套牌講的簡單暴力不知道幾次 再來有我們的水智至高 卡伊拉誕生幫這個水智至高強化了不少 以前那個第五回合被人家廢掉之後 我們魔劍課打七回合 以前的至高是很吃牌訊 但現在的至高也很吃牌訊 但是至高有個好處就是魔方率一直都很高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七回合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啊 要不要跟你賭 賭這個牌 因為自己玩過至高 你會發現有時候 第七回合的時候我發現 我牌也是要跟你打二分之一 就是一半一半的對比 所以有 至高牌組的魔方率會高 有一個原因就是 人家會想要跟你拼最後一回合 覺得說啊 你的牌一定沒有那麼好 結果你就打出一張女浩克 或是打出次元行者 都是非常的噁心 而且來打至高很簡單 你看至高已經強勁了 強了半年 就是穩定好用的新手好牌啊 你還不買至高嗎 你還不買塔伊拉嗎 趕快買起來吧 再來 這個摧毀流又被我放一榜單了 我覺得洛基的使用率下降以後 我們這個 摧毀流又可以通行無阻 我覺得摧毀流 就是一個很爽很爽的套牌啊 你只要不斷的摧毀 有X23不斷的去疊這個肺 就會過得非常的舒服 那天理就是只怕開狗的持續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莫比烏斯 那除了撇除這些以外 我覺得摧毀流一直都是很OP的存在 尤其現在的狗鎧 又不是一個狗鎧版本了 所以又過得非常的舒服 我們的摧毀流 基本上你玩到 沒辦法跟他對決套牌 你也是沒辦法解這個摧毀流 然後妮可的加持 其實摧毀流套牌一直沒有變啊 其實那我有點想要把天使放進去玩一下 過幾天可能 有時間的時候把一張牌換成天使 看看能不能真的讓我的摧毀流 變得很天使的感覺啊 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這個摧毀流還是不錯套牌 所以喜歡摧毀流 喜歡這個金剛啊 史詩IP的玩家 夢讀 夢讀啊 然後奴爾 所以我覺得摧毀流還是可以去收集套牌 來玩玩喔 第五套牌 除了說驚奇少女被熱服 但不代表不能玩啊 你的控制要更細節 那 控制要更細節 需要什麼東西 需要可以移動的牌 兩張移動的牌 可以加強你的控制能力 加上我們震盪 現在震盪這個版本 其實可以放在其他套牌上面 洛基啊 或是這套牌也是OK的 掌機交換 然後暴風女鎖區 我覺得那個震盪真的是一個小大群 我覺得是蠻噁心的一個牌 然後呢搶先攻 傑西卡 然後測攻能力 先攻以後 因為測攻能力的話 其實會有三個場地 但也蠻平均的 很容易讓他先攻 除了禦恆調 也是蠻不錯 那整體的配置局限 也讓這個星期少女很好發動 我覺得真的是一套還不錯 蠻好玩的套牌 但是因為這個禮拜比較忙一點 所以沒有玩到這套牌 但我有機會的話會下禮拜 明天發布後 我會開始試一下 再給你回饋 但我看整個購組 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 可攻可防的套牌 那這個環境呢 是誰比較強勢 我依然覺得薩諾斯 是非常的強勢 那我隨機組牌 給了一個腦波 腦波女武神 叫我玩一下 那好啦 整個來說這一次我覺得 這個版本 是薩諾斯比較強一點 那除了薩諾斯以外 除了薩諾斯以外 你要玩其他牌 我覺得版本還算蠻平衡的 最強的牌組 目前我還是覺得是薩諾斯 那有些觀眾朋友回覆說 我上版本還會卡滿手手牌 那我覺得這遊戲本來就是一個魔方的友行 打不贏就撤退 打得贏就直接提早snap 你可以輸小分賺大分 我覺得是這樣的 這遊戲不是說贏一場就是贏全部 你要贏很多場 很多會小分 你才會上去嘛 那對薩諾斯這樣也在一定的練度 那如果對薩諾斯還不熟悉的話 就是繼續加油吧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強的牌 然後到未來我覺得 他一直都會是突然搶起來的一套套牌啊 好啦 本次呢 11月15號的T1分析到這邊啦 我是City喜得 我們下次見 掰掰